哈喽大家好我是二话 今天用粉丝跟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做出来非常的营养美味 首先我们碗盆中放入一把红薯粉丝 接着倒入适量的开水摸过粉丝 让其浸泡五分钟 趁这个时间拿出去了皮的胡萝卜 先把它切两刀立起来 然后再切出厚度均匀的片 切好以后用手把胡萝卜码平 然后再把它切成均匀的细丝 胡萝卜丝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把它装入小碗中 再拿出一颗去肉皮的小土豆 像切红萝卜丝一样 稀把它切成厚度均匀的片 然后再把它码平 最后也把它切成土豆丝 土豆丝全部切好以后 把它装入小碗中 然后再往碗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防止氧化变黑 拿出半个洋葱放在菜板上 先把它切成洋葱丝 洋葱丝全部切好以后 用手把洋葱丝全部抖散 全部抖散以后 把洋葱丝也放入小碗中 再拿出一节大葱 先用刀把它全部撇开 撇开以后 再把它改刀切成碎末 大葱切好以后 把它们也装入小碗中 接下来往碗中打入两个正宗的土鸡蛋 拿出筷子把鸡蛋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的粉丝也已经净化好了 用手抓起两片号控水捞出 放入开水锅中 然后拿出筷子翻动粉丝 使其受热均匀 有的朋友们在煮粉丝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好了 像这样粉丝开始发白 背得晶莹剔透就可以了 接着用漏勺把煮好的粉丝 捞起来放入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 用手把粉丝抓凉以后 把它控水捞出 放入洋葱中沥干水分 沥干水分的粉丝再次倒入大盆中 倒入我们刚刚搅拌均匀的鸡蛋液 把切好的胡萝卜丝 土豆丝 洋葱丝和大葱碎末 全部倒入大盆中 碗盆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少许的五香粉 然后再加入一勺蚝油 少许的老抽上色 最后拿出筷子 把所有的食材和调料都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我们往盆中加入适量的蜜粉 然后用筷子继续搅拌 蜜粉我们要两次或者多次加入 防止一次性加入太多 使我们接出来的蛋饼发印 像视频中 这样用筷子夹起来 特别有粘性就可以了 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我们来滑一下锅 轻轻地晃动锅 使锅壁充分吸收食用油 转中小火再次倒入食用油 把我们搅拌均匀的粉丝鸡蛋 倒入锅中 拿出锅铲 把它们全部平摊开来 让它变成一个饼 一面接至定型后 我们轻微的换动锅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所关注的话 麻烦用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抵个赞吧 再次感谢您们 蛋饼接至一面金黄后 我们翻过来接第二面 接第二面的时候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接至底部定型后 再轻微的换动锅 蛋饼两面接至金黄后 我们把它倒在菜板上 然后拿出菜刀 把它改刀切成你自己想要的形状 全部切好以后 把它们摆在盘中 一旁颜色金黄 营养丰富的粉丝鸡蛋饼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操作起来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这样做出来的粉丝鸡蛋饼 里面加入了土豆丝和红萝卜丝 各种蔬菜 使其营养变得特别的全面 如果您也喜欢吃 不妨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感谢观看